这个车间就是我们的金刚石 培育钻石合成车间 每一台六面顶压移当中 都有一块培育钻石合成块 在进行生长 我们这个车间有500台设备 工业金刚石 我们在合成车间中 30到40分钟 我们可以生长出一块 通过6到10天的生长周期 我们可以实现 培育钻石 从1克拉到20克拉 原石的生长 金刚石俗称工业牙齿 是石墨的铜素异星体 也是常见的钻石的原生 高温高压下 石墨结构会发生有序转化 形成人造金刚石 回忆起当年 我国第一颗金刚石研制成功的情景 已90岁的王光祖老先生 依然激动不已 这生长发亮 我就看有这云团了 我发的花灶要吃吃辣辣的 石关键的 就是金刚石 1963年12月6日 我国在两面顶压机上 研制成功的第一颗人造金刚石 为扩大战果 尽快过渡到工业生产 经国家科委批准 下达中式任务 由郑州磨料磨剧磨削研究所总负责 济南铸造断压机械研究所 负责研究制造符合金刚石 合成条件的六面顶专用液压机 我们当时在实验里面都发现 这个两面点 搞这个金刚石 好金刚石 少发现 就是直径和高度 一比一的情况最好 人造金刚石六面顶合成压机 在深东济南实验安装成功后 就落户到了当初 为金刚石忠实的郑州三摩索 随着这台工薰压机的问世 中国制造的工业压尺 逐渐锋利了起来 也为河南乃至中国的超硬材料产业的全球地位 埋下了种子 像我老师他们第一代 做出来金刚石的话 那是没有品质可言的 黑糊的 这个像煤渣一样 张向法是王光祖的得意门生 他也是从三摩索 所所出的专业技术人员 从业近四十年的他 见证了这个中国超硬材料 从硕到强 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 记得刚分到三摩索 那个金刚石品级非常低 当时还是片状工艺 单产不到十克拉 两天以后 我国就是在这个粉末出煤上去的突破 像我们中南钻石 现在那么最高的能做到500克拉以上 接近1000克拉 人造金刚石在三摩索实现工艺量产后 中国人造金刚石产业不断发生裂变 生产企业从三摩索辐射全国 经过数年的发展 生产工艺不断进步 产业链条持续拓展 目前仅河南超硬材料 现有硅程企业约300家 上市公司7家 年销售收入超过亿元的企业30家 一直以来 我们围绕着金刚石超硬材料产业链的重大需求 进行创新 我们目前形成了9大类 2000多个产品 特别是我们现在围绕着第三代半导体加工 成功地开发了碳化硅金刚石切割线 成功地实现了对进口产品的替代 产品广泛地出口到欧美 印度 伊朗等几十个国家 广泛地应用于食材加工 光伏新能源 半导体等领域 培育转事 我们已经做了有试验事件了 从最初的0.1克拉 到目前为止 可以量餐40克拉 颜色在DEF级都是高品质的 我们的培育转事 目前主要销往美国和欧洲 以及印度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目前的状态仍然是功不拥救 近期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珠宝展上 超硬材料行业的后起之秀 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的培育钻石 赢得了客商的赞誉 Linian we are working since a few years The consistency, the product and consistency product what the suppliers I mean, we are really happy with that, right? Especially the quality, all the sizes the way we need, the customization what we tell them they always provide us all the back-end service they are really good at it so I mean, we are quite happy working with them and I hope like it goes for years and years with them 世界金刚石看中国 中国金刚石看河南 目前,河南已经形成了以超硬材料及制品为核心 原附材料和专用设备仪器为基础 公共技术服务体系为支撑的全产业链格局 人造金刚石,金刚石微粉,附和超硬材料 培育金刚石产量,均占全国的80% 我们中国超硬材料行业人在外国的封锁下 使用我们具有自主制产权的六倍领压级技术 占领了全球目前90%的超硬材料市场 经过60年的发展 除了在超硬领域发挥它的重要贡献之外 更多的现在在声、光、电热、各个功能领域 开始发挥它的重要的作用